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人生过半 悠悠转转 看清了世间百态 体会了人情冷暖 明白了那些东西对自己重要 该去珍惜什么 该去珍惜什么 去放下什么 世间万物 繁扰人心的东西数不胜数 不少人常因此 搞得自己身心俱疲 一个人内心的安宁 是一种高级的心灵境界 因为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 是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 但总有一部分人 似乎可以跳脱种种纷扰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悠然美好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越简单越高级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在人的一生中 不可避免要遭遇各种的变化 当你面对变化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是心生恐惧 还是勇往直浅 是即可行动 还是自怨自艾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 斯宾塞约翰逊创作的 《谁动了我的奶酪》 书中讲述了两只老鼠 秀秀 匆匆 和两个小矮人 哼哼唧唧 在迷宫里寻找奶酪的故事 开始他们找到了一个奶酪站 奶酪很充足 但有一天 他们发现 那里的奶酪没有了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四个小家伙 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 这本书于1988年 在美国首次出版 之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 销往全国各地 并迅速占领各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许多读者都说 这本书改善了自己的事业 生意 健康和婚姻 它带来的影响将伴随一生 现在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希望它能帮助你 妥善应对变化 获得成功 抓住本质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有头脑 善于思考 但有时候 人类复杂的头脑 所带来的复杂情感 也会扰乱他们的理性思维 使他们 看问题的眼光 变得不那么敏锐 书中的秀秀和匆匆 是两只小老鼠 从来不会对事情进行 过多的分析 事实上 也没有足够复杂的脑细胞 可以支持他们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 对于他们来说 问题和答案都同样简单 当奶酪站的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秀秀和聪聪也决定改变 他们立刻穿上鞋 在迷宫中奔跑起来 寻找新的奶酪 但小矮人哼哼唧唧却不一样 当别人已经行动起来的时候 他们却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 哼哼一遍又一遍地分析局势 最终 她那充满信念的复杂大脑 占了上风 她不停地在思考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小老鼠的表现 她也显得不屑一顾 他们只是小老鼠 只会被动地做出反应 而我们是小矮人 比他们聪明几百倍 我们应该能够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当秀秀和聪聪 找到新的奶酪恩寨时 哼哼和鸡鸡还在奶酪C寨 甚是夺势 沉浸在失去奶酪的痛苦中 著名数学家广中平佑曾说 看似复杂的现象 其实不过是 简单事物的投影而已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应该具备把事情简单化 直接抓住事物本质的 高层次的眼光 有这样一个故事 爱迪生让助理测量一个离型灯泡 助理接受后 一会儿拿标尺测量 一会儿计算 还运用复杂的数学公式 几个小时过去了 却还没计算出来 爱迪生进来后 只是拿起灯泡 朝里面倒满水 递给助手后说 你去把灯泡里的水倒入量杯 就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当你考虑的太多的时候 你就容易忽略事情的本身 也容易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 学会把问题简单化 才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 不被细致末节所蒙蔽 直奔问题的根源 大道志简 认准一件事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坚持做 结果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有的时候 人活得越简单 反而越高级 不惧怕改变 才能有所改变 在面对未知的改变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恐惧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对失败的担忧 导致我们对改变极度排斥 从而把自己困在 一成不变的环境里 以为这就是 保有安全感的良方 书中的小矮人 叽叽就是这样的性格 奶酪C站对叽叽来说 意味着安全感 但当她发现 奶酪不见了的时候 并不想面对现实 什么都不想看 什么都不想听 在冷静之后 叽叽也曾经想过改变 重新进入迷宫探险 但她的内心又十分恐惧 害怕自己会迷路 也不确定自己 应该去哪里 寻找新的奶酪 想想恐惧 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她也忍不住 要嘲笑自己的愚蠢 好在最后 她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而且勇敢地独自出发 寻找新的奶酪 在途中 她经历过磨难 但也在不断成长 并终于在从未到过的走廊拐角处 发现了新的奶酪 人的一生中 总要经历多次的改变 生活的聚赛 职场的考验 境遇的变迁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逃避和恐惧 永远带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反而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电影《萧生克的救赎》里 因为会在监狱度过终生的老布 却因为表现出色 而被提前释放 本来是件开心的事 老布却看起来非常焦虑 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出狱后 因为接受不了社会的改变 他不惜故意犯罪 想重回狱中 再得知 没法继续待在监狱里 最终竟然选择了自杀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唯一的安全感 来自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 每次主动选择的改变 难免会伴随痛苦 但只有把自己放置于各种可能性中 不断摔打 再重塑 才能遇见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自己 觉得迷茫的时候 不妨静心审视现状 做好选择 你要相信 不惧怕改变 才能有所改变 不害怕改变 就能和幸福相见 居安思危 时刻保持危机感 在书中 小老鼠秀秀和匆匆 小矮人哼哼和鸡鸡 在找到奶酪C站之后的反应 截然不同 两只小老鼠到达目的地后 会把鞋带系在一起 然后挂在脖子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穿上 时间的推移也没有改变秀秀和匆匆的习惯 他们每天在附近跑来跑去 不停地秀秀 闹闹 检查情况是否和昨天有所差别 而哼哼和鸡鸡 一到奶酪C站 就会放松下来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们脱下运动服 把它挂起来 然后把跑鞋收起来 换上拖鞋 后来 他们的信心逐渐演变成了成功后的傲慢 在这种安逸的生活中 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 一天早晨 当他们到达奶酪C站时 发现奶酪不见了 秀秀和匆匆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 并且快速取下脖子上的跑鞋 开始寻找新的奶酪 而哼哼和鸡鸡 却对这一变故毫无准备 只会怨天尤人 这个社会的残酷在于 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 居安思危应当是每个成年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住在茅草屋里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屋子露起了雨 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修理房子 第二天阳光明媚 年轻人想着应该不会下雨 就逐渐把修房子的事 抛在了脑后 再后来的一个雨天 房子倒了 比尔盖茨曾说 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海尔的张瑞敏也总是感觉 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越是成功的人越是深知 没有危机感 就是目前最大的危机 为危者安 为亡者存 人生的旅途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所以我们要懂得位与筹谋 在顺境时居安思危 逆境时从容应对 以后的生活才会一片贪图 适当自我鼓励 有利于自己的前进 人的一生中总难免有低潮期 这时候最需要靠的 就是自己的精神力量 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当鸡鸡在犹豫 是要离开奶酪C站 还是继续停留时 他在脑海中绘制了一幅图画 看到自己面带微笑 在迷宫中重新开始探险 然后他又运用想象力 描绘了一幅更加生动的画面 自己已经找到新奶酪 并且正在享用美味的奶酪 自己品味奶酪的兴奋感 和满足感都是最真实的 这让他突然有了勇气 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勇敢地再次出发了 在迷宫中 当感觉恐惧和退缩的时候 他也总会在脑海中描绘一幅幅画面 给自己鼓劲 他看到自己坐在一堆奶酪中间 周围全都是自己喜欢的品牌 自己在品尝各种美味的奶酪 想象正在享受它的美妙滋味 他在墙上写道 想象自己正在享受奶酪 这样可以帮助你找到新的奶酪 很多时候 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要学会在艰难中 自己给自己希望 自己给自己鼓励 有一年 曹操捅兵十五万 讨伐张秀 时之剩下三福 焦阳似火 天气干燥 行军路上荒山野岭 远离水源 找不到一滴水 士兵个个有气无力 无精打采 行军速度也越来越慢 曹操骑在马上 心生一计 说道 将士们坚持一会儿 再往前走 有一大片梅子林 绿阴阴的树上 结满青梅 又甜又酸 吃到嘴里可以解渴 大家一听 立刻来了劲 顿时精神抖擞 及时到达战场 赢得宝贵的作战时间 这就是成语 妄媒止渴的典故 人有时就需要靠妄媒来止渴 正如适当的空想 暂时可以安慰人心 即使是短暂的安慰 有时也能激起人们巨大的潜力 在生活中 我们也要学会给自己希望 给他人希望 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 才能够拥有满满的正能量 对未来适当的幻想 不仅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生犹如迷宫 每个人都在其中 寻找各自的奶酪 稳定的工作 身心的健康 和谐的人际关系 甜蜜美满的爱情 或是令人充满想象的财富 那么 你是否正在享受你的奶酪呢? 如果是 恭喜你 但也请时刻抱持一份危机感 随时做好改变的准备 如果不是 也别灰心 事中心存希望 不惧改变 才能走出迷宫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只要生活 再继续 最美的风景 永远会在路上等着你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